我在美国航母当大兵 4.第一次出海 3.作者罗雪 朗读者文山 在海上漂泊多久 人就会渴望陆地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极限吧 反正对于我们这些海军来说 每次海上航行二十几天后靠岸 休整个四五天 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毕竟是和平时期 我们的服役更像是一种工作 和其他上班族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也需要休息 也需要看见陆地 这种让人踏实的东西 在每个城市靠岸之前 我们都要接受疫苗注射 主要是针对不同国家的常见病 因为谁都知道 这帮憋坏了的大兵 会充分享受这几天的自由和放松 所以下船之前要打针 上船之后还要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 保证不要有人把什么传染病 带回到船上 不过航母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放虎归山 毕竟还是要有人留在船上值班 所以每次航母靠岸之前 船上都弥漫着一股既兴奋又紧张的气氛 大家都急于知道值班表 看看自己被安排在哪一天留守 因为这对每个士兵来说 真的是特大的事情 如果自己在假期的头或尾 值班还好 但如果是在五天中间的某一天 那就无法安排长距离的旅游或探亲 像我这样的新兵 可能对每个城市见识一下就好 但老兵们基本都是充分利用五天假期 把该国或该地区的周边一网打尽 比如到了日本 虽然我们停靠在横须鹤岗 但只要时间充裕 很多人会把大阪 横滨 甚至东京都游览一下 于是船上就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交椅 有人恳请长官提前把值班表给自己看看 有人则到处找人替班 替换值班时间 还有人甚至拿钱出来找人替他值班 最高价较到了200美元 如果你诧异 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渴望下船 那么不惜血本 我可以以亲身经历者的感受告诉你 因为我们这些大兵在船上憋了许久 就为了这几天的放松 每天面对着大海 总是那么一望无际 没有一点变化 很快就会厌烦 我们可不是那些在海边沙滩上度假的人 也不是乘坐豪华邮轮 周游世界的人 大海就是我们工作的平台 暂时栖息的领地 而且还是一块总是晃来晃去 让人想吐又吐不出来的地方 所以我们最期望的就是踩在陆地上 脚踏实地一回 还有人找我换过班呢 一个以前和我根本不熟的哥们 估计也是鼓足了勇气才来找我的 但很抱歉 我和洛佩兹等几个人早已安排好了行程 我们俩还为此商量到快要吵架了呢 这小子老想住在赌场附近 我则想住在中国城附近 吃东西方便啊 所以两人劳得有一方妥协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换班 扫了大家的信 所以我就没同意 那个哥们看上去很生气 嘟嘟囔囔地走了 我在他身后喊 以后如果方便 我一定帮你 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 总的来说 我第一次出海 途经的几个国家都很有意思 但因为我什么都不熟 有限的几天时间里 只能走马观花 不像那些老兵 一下船就知道 奔哪去 有好酒喝 好菜吃 或者哪里能见到漂亮美眉 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航母所到之处的风光吧 在到达澳洲之前 我们先到夏威夷 在那里待了四天再出发 才算正式出了美国 航行15到20天之后 我们来到悉尼 在这里停靠了五天 然后航行三到五天 到达另外一个城市 博斯 就从澳洲的东岸 到了西岸 美国人走到哪里 都很受欢迎 尤其是澳洲 那天航母一进港 眼前的壮观景象 就让我惊呆了 彩旗飘飘 月声阵阵 很多打扮得很漂亮的女孩子 到港口迎接 我看这下时 就差点没铺红地毯了 简直跟迎接外国元首来访一样 有个女孩隔着老远 就冲船上喊 Steven I love you 一边拼命挥舞手里那顶帽子 下船后 我们好奇地走近一看 原来上面有一个Steven的签名 其实我们特想告诉他 和他缠绵过的Steven 这次根本没在这艘船上 即使他有签名 也没用 有爱开玩笑的美国大兵 还问他 Tom 可不可以替代Steven 那个澳洲女孩想了一下 居然回答 OK 那你要娶我 看见澳洲女孩对美国大兵这么热情 我知道跟我没什么关系 谁让美国像保护自家亲戚一样的保护澳洲呢 对我来说 当务之急是去当地的中国城吃点中国菜 一想到又麻又辣的川菜 我的口水都快止不住了 为了能让洛佩兹他们几个陪我去吃中国菜 我从下船之前就开始游说 先是承诺我来请客 然后又答应陪他们去吃该死的汉堡鸡翅 诺佩兹这小子猴经猴经的 又附加了一个条件 让我陪他去赌场 于是我们一行四个人浩浩荡荡的走向川霸王 我终于吃到了想念已久的鱼香肉丝和干边四季豆 虽然在他们三个诧异眼光的注视下 要敞开网子大快朵鸡有点困难 但管不了那么多了 洛佩兹进了赌场就顾不上我了 我陪着他小赌了几把二十一点 五百美元很快就没了 就告诉他我出去逛逛 没想到在附近一个很大的购物中心 我看见了中国人 而且是两个人 那是一个中国女孩坐在小板凳上 和另外一个男人一起给人按摩 露天市场里人来人往 所以他们的生意还挺兴隆 他告诉我他叫李莉 是北大毕业的 而旁边那个男人居然是个国内大学的教授 那你们靠这个按摩就能解决温饱了 差不多吧 二十澳币按摩肩膀半个小时 每天能赚一百多澳币 有时候将近二百澳币 怎么会想到干这个呢 哦 主要是那个大哥的主意 是他发起的 因为我们来了以后找不到工作 英语也不好 我本来就是因为跳高特招进北大的 他这么一说 我才发现他差不多有一米七四的个头 身材很苗条 人也很漂亮 为了尽地主之谊 李莉向那个大哥请了假 带我去吃中国菜和澳洲小吃 还去了悉尼歌剧院 动物园等景点玩 为了报答他的免费导游 我请他吃饭 后来还邀请他去我们的航母参观 因为好久没见到中国人了 我觉得他特亲切 但他始终不是特别开心 还拒绝在景点和我合影 可能是对当时自身的状态自卑吧 在三四天的接触中 我们俩都客气得很 回到船上 大家讲起各自的经历时 我的战友们都不相信 还说我一定和他发生了什么 我告诉这帮信奉及时行乐的美国大兵 虽说在异乡容易感觉寂寞 但我觉得这不是男人花心的理由 中国人还是很传统的 1999年8月 我们来到了日本 在这里 美国海军受欢迎的程度和澳洲差不多 但因为这里是东方 是一个文化背景 截然不同的国度 我亲爱的战友就犯了让人啼笑皆非的错误 一个叫约翰逊的黑人小伙 平时很低调 航母在日本靠岸后 他可能喝多了点酒 在日本的街道上开车闯了红灯 没想到认真的日本人拼命追赶他 一辆不行来两辆 最后搞到十几辆日本交警的车 在后面追赶 约翰逊越是听到人家叫他停下来 就越是加速 还仗着车系好 一路飙车 开到了横须贺美国海军击毙门口 他丢下车 亮出证件 就往里跑 把日本警察甩在大门外 自己则上船躲起来了 当然 美国海军可不会纵容这种行为 把他降了一级 从一等士兵降到二等士兵 事后我们问他 就闯个红灯 停下车也不会怎样吧 日本交警又不能吃了你 没想到他说 不 罗 我当时害怕极了 我觉得你们亚洲国家都很恐怖 会拿鞭子抽人 我不想被打死 所以我就拼命跑回船上 哪怕我被军队惩罚 那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老天 这是什么错误认识啊 闯个红灯就被打死 我想了一下 突然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说了 美国媒体曾经大肆报道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一个美国男子在新加坡涂鸦 被法官判处边刑六边 当时这项消息震惊世界 克林顿总统还代表美国政府亲自出面求情 但新加坡总理说 看在美国总统的面子上 减去两边 但必须执行四边 这就是著名的新加坡边刑 这个人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五号被执行了边刑 后来他说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新加坡 此事件还造成了新加坡和美国的一个外交小摩擦 也就是说 很多约翰逊这样的美国人不仅对日本的法律不了解 对中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怀有一种恐惧 唉 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 我也跟他说不明白 我只能告诉他 我们亚洲国家不是随便打人的 我们也是按照法律办事 如果你犯了错 就算受到惩罚 也是根据当地法律来处理的 不会有人随随便便就鞭打你 另外 不要以为只有美国有法律 否则以后 你到别的国家会吃苦头的 在即将靠岸新加坡的时候 船上认识的不认识的 突然很多人都来找我 原来热爱纹身的美国大兵们 打算在新加坡文一些中国字 他们觉得这样很酷 于是有很多人写好了英文 让我翻译成中文 再拿着写好字的纸去找华人纹身 比如他爱人的名字 中文发音是什么字 或者他的宗教信仰等等 有一黑人哥们要闻黑人力量 还有一哥们想闻上帝与我同在 我见过一个很酷的哥们 后颈闻的是条形码 我开玩笑问他 能扫描吗 多少钱 他也开玩笑地回答 七百多美元吧 有一哥们还跟我争 问我他想表达Evil的意思 是不是写成鬼字 我告诉他 不对 中文里 魔才是魔力的意思 而他想要的鬼 一般是ghost 不是什么好东西 魔和鬼 二者是有区别的 还有人拿着恶鬼的字样 来找我看 我笑了 问他 你怎么不干脆 闻个色鬼 或者恶鬼 这三个词 在中文里都不是他想要的意思 那哥们连连摆手说不要 还说幸亏问了我 否则直接去闻个恶鬼上身 遭人笑话不说 洗掉 还很麻烦 于是我在新加坡的主要任务 就是陪战友们去闻身 只能抽空 抓紧时间 吃点中国菜 还买了几本中文的书 这样的行程安排 和我在马来西亚简直一样 就是买一大堆吃的 因为中国食品在那里很便宜 就在我们要平安离开新加坡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件 驱逐舰上的一个士兵喝醉了酒 为了追求一个在酒吧看上的女孩 带着人家到河边去表中心 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英勇吧 她从桥上跳了下去 但再也没有上来 那条河并不深 但估计她是头朝下栽进去的 当场就死亡了 年纪轻轻的 她也没想到会这样命葬他乡吧 尤其是她并不真的是为了殉情 而只是想在女孩子面前 表现一下自己而已 老外的冲动 我再一次深刻领会到了 第一次去韩国 本来急着想去逛逛 但在釜山第一天就轮到我值班 要在船上迎接上船参观的团队 不能下船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韩国人 对美国航母感兴趣 几乎和日本那次上船参观的人一样多 我从航母上往下看 排队的人成了一条看不到尾的长龙 充分表现了韩国人的热情 在韩国让我印象深刻的 反而是航母本身的一些东西 可能因为值班时的工作任务 没有平时繁重 我可以仔细观察 不是我工作范畴之内的东西吧 比如航母的垃圾处理方式 首先航母上的每个办公室里 都有分类垃圾箱 要求大家把垃圾分别放在 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箱内 这种分类要求 可能比一般家庭要求的还要严格 甚至番茄酱 辣椒酱等 各种酱料的小包装都要分出来 不能跟纸质的包装混合在一起 另外就是数量不少的工业垃圾 也要分别放在 标有污染性或危险性的垃圾箱里 船上广播会定期通知我们 注意 现在是丢垃圾的时间 地点在船尾处 只见每个部门都有人迅速跑出来 扛着巨大的纸带型垃圾袋 向纸定地点赶去 排成队伍 等待收垃圾的负责人检查完毕 才算完成这项丢垃圾的任务 通常负责人检查的都很仔细 有时候发现分类不正确 比如把可回收的垃圾放在了不可回收里 就要当场重新分类 不过这么仔细的分类垃圾 可不是要带回美国 而是分别丢在大海里 或者送到沿途停靠的国家 那些可以降解的垃圾会丢到大海里 那时候就会出现海鱼争吃垃圾的壮观场面 比海洋馆里那些小鱼小虾的喂食场面可刺激多了 尤其是返航时 大概在进入夏威夷开始 所有船上的食品只要不是美国生产 而是从其他国家购买的 即使没吃完也要丢掉 防止病菌啊昆虫啊之类的东西 带回美国本土 也就是说 从那一天开始 全船都只能吃美国食品 有经验的老兵跟我说 别以为咱们航母老是勇往直前 其实有时候就在原地兜圈子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头一天丢下的食品垃圾袋 第二天一看 还在船附近飘着呢 原来老兵们还可以根据这个 来判断船走了多远 但只要是不可降解的垃圾 美国航母绝不会丢到海里 而是用高压炉子将其压缩 弄得跟一块块大饼似的 运到各个停靠的国家去处理 怎么处理 没人告诉我 我只能猜测 也许会花钱 让这些国家帮忙处理吧 改革开放到今天 很多人的看法产生了分歧 你怎么理解 温饱问题解决只是第一步 思维能力更重要 国际民退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这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根本挑战 如何理解中国奇迹 中国发展迅速 但国企改革法治建设依然落后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 将用专业精神与良知 把脉中国经济 开启我们的理性思维 静雅思听与您一起 用智慧理解中国 用思想认识经济 敬请关注财经最新系列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